今年過完了緊接著跟著就是 寒假跟春節又是旅遊忘記了 航空公司搶這一波的商機 現在呢台港航空上演了價格戰 紛紛打出來不含稅2999由香港 雖然說加了稅上去以後是5000塊錢 但是很多人還是覺得很便宜 那麼還有一點就是現在 國內有禽流感對不對 去香港還打出了可以去吃燒鵝 不管是美麗的維多利亞港 還是去 shopping 購物 吃美食 香港是不少台灣人出國的熱門景點 現在去還有新優惠 搶年千黨期各家航空公司機票站已經開打 還有業者打出只要2999就能遊港 華航開出第一槍 打出1月5號到2月13到香港 未稅價只要2999 比得原本南瓜台港進辦市場的國泰跟進 優惠還和華航一樣 長榮則加碼讓搭機日延長到2月15號 雖然特定廉價除外 但這個優惠可是一整年都適用 很吸引人啊 所以如果說有假的話就會請假過去 對啊 因為其實2千多塊而已 飛過去其實甚至比島內還要便宜 航空大陣要把餅做大 時間可是有盤算 今年寒假落在1月28到2月17 夜就是6天春節 業者紛紛把優惠訂在1月5號到2月15號 就是要搶寒假 還有提前辦綿貨的商機 香港的一些特色茶餐廳之類的 一些樹米小吃吧 台港機票上演台灣航空和外籍航空 撕殺戰不比優惠 但出發前可得慎選搬機時間 如果只剩晚去早回 遊玩興致也大打折扣 這成天傳點被宣台北猜不動